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俄罗斯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之际 当地时间10月22号 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俄语版起播仪式》在喀山举行 俄罗斯总统办公厅致信对节目在俄播出表示祝贺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俄语版 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和经典名句 聚焦人民至上 改革创新 共同富裕 生态环保 文化传承 文明多样性等主题 精彩呈现了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理念 深厚的人文情怀 以及博大的历史观和世界观 向受众展示中国是现代化的文化根基 俄罗斯总统办公厅贺信说 2019年起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在俄罗斯播出 这个杰出的文化交流项目延续至今 已成为各大俄罗斯媒体的播出传统 今年是俄中建交75周年 目前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今天的活动对促进俄中友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出席发布活动的俄罗斯嘉宾表示 评语近人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一季和第二季节目在俄罗斯播出后 为俄罗斯受众带来启迪 社会各界反响热烈 第三季节目精选的典故内涵更加丰富 有助于俄罗斯民众更好地感受中国文化魅力和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为推动两国合作 增进友谊 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增添了新的文化动力 评语近人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俄语版 即日起 在俄罗斯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 俄罗斯报网站 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等多平台播出 当天 俄罗斯政府机关报 俄罗斯报在头版刊发节目开播消息 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 圣彼得报 Radio Metro电台 俄罗斯圣彼得通讯社 哈萨克斯坦什叶报等 亚欧地区和全球近百家主流媒体播发相关报道 俄罗斯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总裁多布罗杰耶夫 俄罗斯RT电视台总编辑西蒙尼扬 俄罗斯报社长聂戈伊查 今日俄罗斯国际媒体集团国际合作局局长普什科夫 俄罗斯喀山联邦大学校长萨芬 俄罗斯金砖电视台台长托尔斯基科瓦等 俄政界 媒体界 教育界等致命人士在内的三百余人出席活动 俄罗斯团塔托尔斯基科区分校 俄罗斯文学院送票 俄罗斯文学院议